60年前,当时台湾的绿岛被称为火烧岛 许多政治受难和他们的家属都经历过这段白色恐怖时期 一直到1990年5月5号之后 绿岛不再关押罪犯,也逐渐成为了观光景点 而今年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迈入第10年 文件会也将特别邀请60位政治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 重返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沉重的旋律,淡淡的哀愁 大提琴家欧阳慧如用情深来回溯到1950年 他的父母因为反对政战制度进入校园 分别被判刑迟到12年 也因此让他感受到自由的可贵 大家自由管了,大家不会争取 实际上这是很多前辈的努力 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不太有提醒或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如果没有去做 起到最后就没了 没有这段历史 铁豹白 铁豹白 那时候就说很多的,现在是不服务的 曾经在绿岛服刑12年的画家乌阳文 透过他的双眼,年儿汇出昔日的火烧道 如今都零八十八岁的他,对那些日子还有哪些印象 印象像现在没有,差不多都在那里都小声 在那里去既然关系时 心情真壞了,在那关系十多年 心情真壞了,没感觉什么 跟外国的朋友写信 当然要写1949年 不可能写民国民国外国朋友找出来 这个就是我全部的罪名 另一位83岁的廖天新 是第一批被冠上政治犯罪名 1963年8月才被释放出狱 不是啊 我们是同学而已 学校的同学 我们是同事而已 我们是生意的关系而已 就这样交换名片 你就这样就逮捕我们 看着60年前的照片 回忆起当时政治受难的朋友 一起经历过这段白色恐怖时期 直到1990年5月5日后 绿岛不再关押罪犯 逐渐成为观光景点 而他们的故事 似乎也随着岁月刻画在回忆中 新唐雅的电视 曾一豪李金金他的报道